是說這一個盒子嘛 這一個盒子已經連接到車子 而且我加了一個光雲特效 那這個強度是可以改的 你看這邊有個強度 它就 這個強度你是可以你看 比較弱 比較亮 比較弱 比較亮 OK 那你再複製一個這個針就好了 就是用移動的出現這個Gizmo 然後壓著Control 再去移動這個紅線 我們就移動了 然後複製了第二個車燈 那第二個車燈記得 我們又按這個Home去看它 然後你會發現 它怎麼長這個樣子 比較不一樣 那是因為角度 因為它是繼承第一個車燈的 這個旋轉角度嘛 你應該順著車子的弧度 轉過來才對 對不對 那再去移到適當的位置 那這樣子 我們的車燈第二號搞定 好這樣子就行了 這邊我兩盞燈都準備好了 這是燈光現場的陽光太強 看不到它們而已 現在 我們就想辦法把陽光的強度降低 這邊早了半天哪裡有燈光啊 藏在這裡喔 這裡在最下面有一個叫平行光 聚光燈或者是點光源 我這邊大致講一下 點光源就是燈泡 而且那個燈泡是沒有接頭的 它像360度色光 叫點光源 所以你們如果要做蠟燭的閃色光 或者是火把 或者燈火 那個露燈的燈火 就用點光源 那這裡平行光 就是太陽光 我為什麼說是太陽光 因為太陽離地球很遠 遠到 就是我們這個同一個尾度啦 每一個入射角都差不多 直線光 這邊還有一個聚喔 聚光燈 聚光燈就是spotlight 就是手電筒 就是扯燈 常用的喔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先把主光源給關了 或者是降低它的明度 這樣子 來 那我們就找到平行光跟聚光燈 打開這個加號 好 有四個可以用 為什麼只有四個 因為DirectX的問題 就微軟啦 微軟就是開發DirectX9 DirectX11 DirectX9就是允許你用 總共發展燈 那這邊四盞就用掉了 給平行光 是這樣 沒有什麼別的原因 那你們看到這邊 有Light01到04 算讀狀態只有Light01勾起來 表示這個是work的 這是有用的 然後它的亮度是這一個 這一個 它不是勾勾的框選 不是 它是一個 你點一下它 會開啟色盤 那你要變黃昏的呢 就選深橘色 就變黃昏了 好嗎 那我是建議你用黃昏比較合適啦 因為除非你是深夜 那深夜的話 這個都不要了 不要算了 就這樣 你看這樣子是不是很合理 合理 所謂的合理是觀眾能同意 黃昏要開山 就是這樣 好 那好可惜的是什麼呢 燈光一打 人的細節什麼都看不見了 白做 因為燈光變暗了 大家都變暗了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再局部打亮就行 反正呢 主燈先處理 好不好 明星光聚光燈的Lite01 你把它變暗 變暗就點這個色盤 看你要變深藍色 不是不行啊 也是可以 好嗎 就是你決定那個氣氛 就是... 你決定這裡的時刻 相比一下 這個意思 是... 好 有 是... 好 有 有 是... 有 有 感谢观看 我們打了一盞主燈 一盞燈是藍色的 你不要怕 再開第二盞 那第二盞 這盞的顏色 我喜歡用紅色 這樣交疊了 這個燈的入射角 我不要從同一個方向來 這盞燈我就可以旋轉它的入射角 或者是用什麼顏色 太深了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創造一個晚上的各種可能性的燈光顏色 這樣可以凸顯一些邊緣 你看這邊局部光 那這邊我要講的就是你可以改變光的來源 選了燈的名字之後 用這個旋轉 第三個 我打了兩盞燈 場景就越來越亮對不對 那不太優吧 因為我原本的藥的暗度不見了 剛好這邊有一個叫環境光 是整體的環境 你可以把整體的環境再降低 你降到最靈就完全很暗了 然後降低環境光 之類的處理 你又可以創造出一個這樣的感覺 但是你們今天不需要像我這樣練習 我就告訴你們 你看有沒有差 有差 好像它真的後面是商店對不對 商店透出來的光 那只是鏡頭拍不到 就是我說的 鏡頭以外的 你不要管 讓觀眾有view就可以了 還有這邊不要按到 這個凍結不要按到 凍結的意思是 它不讓你調了 動不了 可以騙人 奇怪 還可以 反正凍結不要按 這個顯示就是這條鏡頭 你也可以不要看到它 這樣子 這都不是我要講的最重要的 而是說 在現在這個場景 我覺得不漂亮 因為晚上應該有路燈 而不是全部是靠月光 或者是商店假的這種燈光 我們要營造的是路燈 路燈 就要用什麼樣的燈呢 我講的是手電筒那個聚光燈 聚光燈 你們不用開第二盞也沒關係 反正我就直接講 路燈怎麼開 路燈怎麼開 那當然因為我開了這一個第二盞 我就算了 我就用第三盞 你們看這邊寫的是 平行光 或聚光燈的意思 也就是說 一盞燈 有兩種用途 看你要哪種用途 好 那現在 我把 light03 勾起來 好 有light03了 然後呢 我把它改成 聚光燈 一改聚光燈 它怎麼跑掉 這是這個bug 我覺得 不應該這樣 它在這裡 所以我就要回到預覽攝影機一下 它在這裡 你可以按這個空去看它 它在這邊 原來它在半空中 然後呢 那 也許 你就可以把它 拉回來 然後 轉一下角度吧 讓它往下打 然後這個好暗喔 我們把它打亮一點 比如說晚上的燈應該是這個 對不對 你看就有這個 往下打的 它提高一點 就照亮局部了 那我們從這個角度看 這真的有一個路燈的感覺 對不對 把它移到 這邊一點 就照亮這個局部 這邊有一些細項 比如說 它照亮的 摔檢 這實在是不像真的路燈 它太均勻了 你可以勾起這個摔檢 它就比較反映真實的 那個感覺 然後這邊有它投射的角度 就是它的半徑 圓周半徑你要多大 那邊緣要不要模糊一點 還是銳利一點 那我們回到一號攝影機來看的時候 看不太出來對不對 其實 這樣就遜掉了 晶瑩的一個燈 觀眾看不到何苦呢 那我們就再把它拉過來一點 這樣不就看到了嗎 就有立體感 一輛車有明有暗 這樣子就可以營造出路燈的感覺 然後 你會說這邊也要有嗎 一盞一盞一盞 它最多就是 兩盞被直線光用掉了 我剩兩盞可以用 你要再營造第二盞的話 就是去開 第二盞 然後慢慢的移過去 不是很 不是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要稍微的去處理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燈麻煩了 可是燈打得很 可是燈打得好 就會 蠻漂亮的 希望大家能夠從這邊做經營 你看 我們的遠方 有了燈 這個燈在這邊 它就會讓你的遠方的局部感產生那個 我怎麼形容它呢 反正就是 比較符合實際的狀況 那這樣子 觀眾就感覺 你看有沒有的差別 我把它關掉 沒有 跟 有 這邊又加了五分 好 要 用這個 局部光的老師 就是用 我建議先用聚光燈 你把其他兩盞開啟 開啟之後 選顏色 選完顏色之後 這邊要 改成聚光燈 因為它是誤切的 然後 小心一個bug 不要再切回平行光 你切回平行光 那個位置就跑掉了 這是個bug 你再切回去 你辛苦調好燈的位置就不見了 要重調 所以就是 不要再回來了 那這邊 衰減啊 什麼玩笑 我再講一次 只要顧到 畫面內的就好 我們從 預覽攝影機看的 不重要 雖然這樣也很好看啊 可是我這邊沒有做嘛 就算了 鍵 筆行光跟聚光燈是 Or的切換 可以是筆行光或也可以是聚光燈 要你自己去切在右上角 但前提是你要勾选那个算图状态 然后因为切成聚光灯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道具灯 你就必须用预览摄影机的角度把它移过来 然后旋转它投射的方向 你就可以营造出一个向下投射的感觉 我先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刚才老师有提到 这个灯或者是这个灯 路灯能不能闪灭 当然可以 只是在我这个情境里面 不能这样做 因为车子没有撞到路灯 路灯不能乱闪 除非我的车有撞到路灯 那就合理 不然观众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 除非是闪电 那接触不良 可以 可是在这个scenario里面 我们主要讲的是车祸 那我可以教你们怎么闪那个东西 这个没问题 灯 那么我就借用 这一盏 light灵 再来介绍怎么on,off,on,off 那当然on,off不是去按这个啦 你这样没有办法 要从时间轴下走 来,我们打开时间轴 走,已经太多了 我把其他的不需要给你关掉 我把其他的不需要给你关掉 好,我们去找到 灯光的light 3,对不对 light 3的哪一种呢 颜色 因为他没有那个显示 他没有 像别人就有 所以可以做鬼魂 人可以有一下有一下没有 人一下有 那是很奇怪 如果你在做那个 星界米唐记那个 传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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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这样玩 好,那可惜灯没有这个功能 那就是要玩颜色 我们打开颜色的轨道 一开始我们的灯 这盏灯是黄色嘛 那经过了一段时间 你想继续保有这个黄色 我就说什么 灯灯 对,加关键影格 自己加电量下 有了 那这边就没问题 然后它是要突然灭 还是慢慢灭 哪一种 突然灭 OK 突然灭 就是要找到它下一个关键影格 那这个我就放大来检视了 放大放大放大 OK,你看 现在是27格 那第28格呢 我就把它 钉 这样 你看它就会 灭掉了 那同理是不是 看你要灭多久 再亮起来的道理而已 那我示范一下就是 我这个点 我当然是暗一点点时间 这边就维持是黑暗的 那我要再亮起来 怎么办 怎么办 就去 来 复制它们吧 假设你是很规律的啦 假设你就复制这四个点 然后呢 贴上 应该在旁边贴了 下一个贴 就看到这个了 放亮亮亮亮 然后你就继续来吻 把这八个点再复制 再复制十六个点 这样 所以 诶,那我的Signal不玩这一个 我要玩的是那个 这个啦,这个 它撞到之后 算了,反正也出镜了 已经出镜了,我就玩这个没意思了 那我还是用预览摄影机玩,跟你怎么看 它撞到之后 撞的瞬间 自然灯灭 那场企图回复电力再亮一下,那最后还是受不了,还是灭掉 这样好不好 所以要找谁下手啊 盒子嘛 对,我们就找到 刚才的 第二个盒子 没错,就是它 就是它 那么 打开时间轴又来了 那你们,教你们一个knowhow 天啊,我这些不要看好不好 我只想看这个盒子 我只想看这个盒子 那怎么办 这边按钮,这个按钮如果是压下去的话 压下去的话 它永远只会显示你选到的那一个 这样就很方便了 那我选到这个盒子的什么呢 材质嘛 因为我是在这边赶,就赶选材质 好 那材质就是在装到的当下呢 我们要等等等等,看到每一格 咦,怎么进不去了 那就按这个,这个 实际大小 这个叫实际大小 可以看到每一个确实的格数 我在这边,灯要按掉 所以在前面一格呢 要维持那个亮度嘛 所以我在材质这边,咚咚 点两下 在这边,我就把它的强度 是强度吗? 我想一下,我想一下 sorry,不要用材质 因为就算我把它强度调低 那个盒子,会看到那个盒子的样子 不对,不是这样做sorry 不是用材质,真的很抱歉 不是,不是,不是 是用显示啦 显示 我想在这边灯不见 我就把灯藏起来就好了 所以 这边六十格灯要不见的话 前面这一格灯要亮嘛 对不对 所以它还是显示的状态 所以我们一到六十的时候呢 把灯隐藏起来 灯的隐藏 不是,是盒子的隐藏 在这里 显示这个 你把它关 把它断掉 把它断掉 然后它力图正坐 再开 然后又一段时间 就关 再看一次感觉 有没有像 还要搭配冒烟才像 我还是要好习惯 飞到玉兰四领机 你看这辆车 变变 之后 然后烟 这样合理嘛 烟 除非是车子早就坏掉 才会先冒烟 那通常是车子好的 你看那么昂贵的车 怎么可能平常就冒烟呢 合理性嘛 这样想一想 合理性嘛 好 变 好 开始 噢 烟冒出来 烟 可能有果啊 也可以啊 因为汽油漏了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这个案子还算简单 就是说 因为车子已经停了 才冒烟 那我就直接把烟放在这边 等它来就好了 埋伏好 除非你是车子一边开一边冒烟 我就把烟连结到车子 好 阿们 好 它停在这边 然后烟开始冒 这样 烟呢 我们把时间放好 烟 从 铺井 等 栗子 等 火与烟 我每次看到火与烟 就想到火与烟 我的年龄层应该很大 好 火与烟 这边有一些烟跟火 浓一点 中度好还是浓 中度就适合水箱烟嘛 如果车子着火才用浓烟 我是觉得啦 好 你把它放开 好 注意喔 又来了 因为我不是在零秒的时候放这个烟 所以你在这边万一再移动那个烟 烟就会产生飘移的 那我们现在回到零秒 有没有烟 有 埋伏好等它 那我们从一号摄影机看 不合理 对不对 因为烟太早冒了 烟太早冒了 你看 车子还没到呢 烟就出现了 不对 所以回到预览摄影机 这个烟 这个烟 先关掉 在右边有一个 对不起 要选到烟 烟到它 烟到它 确定这边 写特效 你就成功了 点不到 看不到是特效 就用力点两下 这边是特效 特效的话 这边有一个 好硬的名字 发射器设定 先关 然后到车子过来的之后 风再开 那我们从 这边再看一次 一开始就没有烟 那我们从摄影机一号来看看 这个效果 这样 又不合理了耶 对不对 他完全不会动这个人 昏迷了吗 很烦 对不对 就是 我们拍太久的时间 会让观众去注意到一些 又开始挑你毛病 你干脆就烟早一点帽 遮住那个人算 然后这一幕就结束 除非你要继续眼那个人爬出来 什么什么的 好不好 那再讲一遍咯 回到预览摄影机 找到烟埋不好的位置 到演员 好 刚才这个烟的开关 如果你打开时间轴 看到这个发射器 这边就是可以 提早发烟 或者是晚一点发烟 也可以从这个关键语格来射 所以呢 我的就变成 这个样子 这样 是不是就合理了 就不会 观众就不会觉得他怎么在里面 动也不动 不能会看到眼 那这个时候呢 就要赶快接下一幕了 不要再演下去了 所以 一个专案 就是一个 Hack Hack 知道吗 一个影片的 一个 一个 一幕了 影片不是好多幕吗 分进角 然后等等等等等 那就是一幕 然后你要赶快换下一个专案了 这个专案已经没事了 结束了 要再去演别的戏了 这样组成一个长片 好 我们刚刚说炫霍 观众的眼睛呢 你们看到这个灯 好假 对不对 算是亮了啦 可是假假的 那么 我们到 舞台 第一次来这边 舞台 天气 天后这边 有一些东西 舞台的天后 在右边 右边找一下 你可以用下来选单 找到HDR 高通胎范围 开启它 这叫大家 我说的炫霍 然后 这边有一些功能 对不对 比如说你越强 它就越强 这就不太合适了 那以我认为 应该是光芒尺寸要大一点 过去炫霍了 可是不管你怎么玩它 我还是觉得 原来这两个方块的 这个太强了 调弱一点 有没有 不要那么强 不要那么强 就比较正常的 好 这样子我认为 这个专案就结束了 OK 有没有问题 你 我刚刚玩什么 我刚刚玩HDR 舞台的天后 这边有一个HDR 高通胎范围 把它勾起来 有勾没勾的差别 就是亮的地方 会有这种 懵懵的 还有 你们看新界迷航记 最新的 第一二集 它的摄影方式 不是用这种光芒 它是有光芒 它是平的 你看 现在是一个十字光 对不对 十字光 因为这边是选十字光 那你选平光 水平光 就变这样 水平的 也是一种效果 这边有很多种选项 到舞台的天后 勾起HDR 那这个专案就结束 那记得传达 你要算影片的 就算影片 以车灯来讲 我建议用水平光 比较像 如果你用十字光 就 太华丽了 好 我 好 都有